蔡安從果菜市場要不要搬遷到魯州 引發爭議 新美市副市長劉和然親上果纖 所以市場上任以後 希望把我們的整個城市做個翻轉 大家可以出錢的分 湯南西南西北 我們希望有一個整體的發展 果菜市場的搬遷 跟銀河灣計畫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目的還是希望讓我們的城市會越來越美 他辦理很多次每次都說這裡是公園 只有最後一次市政府突襲魯州人 他說這裡市政府提案說改成批發市場 不要在這裡講那一種騙人的文字 另外林淑芬反反嗆 三重果菜市場 拖年規劃就是原地重建 侯友宜上任後才決定搬到魯州 不嗆侯友宜對得起魯州人嗎 都更案的實施者立百代建設公司的 送給他們的獎勵是五萬七千一百平 然後你們到時候才說 果菜批發市場不原地重建了 這是在搞什麼 侯友宜市長你對得起魯州人嗎 如果部裡面經過的討論做成決議 會再回來公展 所以很多人都會認為說是不是 果菜公司的搬遷民眾都沒有機會 參與討論並不是 劉河然解釋果菜市場搬遷和魯州 南北策案是兩個案子 未來還會舉辦公展讓民眾表達意見 想從果菜市場搬遷案 不只在地民眾不滿 林淑芬和黃國昌更是連日來隔空互告 黃國昌你還要在這裡胡說八道信口開河嗎 你要作秀你的事但放過魯州人吧 火力全開 炮轟黃國昌別再胡說八道信口開河 在短時間內恐怕還難以落幕 明新聞 縱木島 因為你覺得 審那麼久都是沒有 因為你覺得審這麼久都是沒有